师兄 小弟 你回来了 有没有受伤 没有 那些官兵不过是乌合之众 已经被众兄弟杀退了 朝经军队如此不济 难怪蒙古打死能长驱之辱 各地精壮士兵都被前往前线抗援 留守后方的多位老弱残兵 不耐战士 听说官府已数年不曾到山中剿匪 达子又逼得甚紧 竟然可是什么风把他们刮来的 我们活住了领头官员 待会提上来审问便知 那人与他手下的兵是不同 作战甚是骁勇 单枪匹马往来厮杀 辱辱无人之境 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将其擒下 他被俘后 扔神色自若 了然无惧 还真是条汉子 是吗 说起来此人你也认识 他就是 阿丽 小亮 嫂嫂 贵儿给小叔子李少爷请安 嫂嫂不必多礼 我听你们正谈论到被俘的官爷 可瞧我刚过去瞧了两眼 那人生的风神如玉 眉目若化的 那尊柔风采与李少爷不相上下 端的是一流的人才 若是杀了呀 可真真是怪可惜的呢 不杀了 难道留着做你的小白脸啊 我看你今儿个眼神不好使 那小子哪点好看啊 跟个娘们似的 周身自带一股妖气 我看也像只狐狸精 我不过是说句实话 值得你吃这肥醋 把人领上来让大伙平平 看谁眼神不好使 行啊 来人 把那狗官压上来 老子这便弯了他的心肝 是 快点走 磨擦什么 大阵主 人带来了 下言 怎会是他 谢香 你这狗官 吃了雄心豹子胆 跑老子地盘上撒野 还杀死我几十个兄弟 今儿咱们薪仇旧恨一起算 老子先挖了你的五脏六腑 再把你一点点弯碎喂狗 谢亮 金亮 住手 你不能杀他 你个骚狐狸 一见小白脸便心痒 青天白日 少他娘的发了 别胡说 我与此人是旧相识 小弟 他叫夏妍 是我幼时的书院同窗 与我有救命之恩 什么同窗 老子看着同窗吧 不过这两个人挺般配的 搁一块便让人想起俩成语 一丘之鹤 狼狈为奸 小弟 他真是我的救命恩人 当初他爹要杀我 若非他及时相救 我早已命丧黄泉 你看在我的份上 切莫伤他性命 黎世湘 你非要跟我对着干什么 相公 小亮 住手 来人 将夏之府送至客房安置 起居饮食 以律安上宾之礼 不得怠慢 夏公子 师相 我知道你会来 听说 你不肯让寨子里的郎中给你智商 牛逼的刀口很深 必须上药 我不想沾着土匪窝里的一草一木 那些肮脏下贱的山贼 哪里赔给我至少 你 夏公子是风月场中的老手 还怕别人替你宽衣解带 你不想让旁人近身 那便由我为你上药 这金疮药疗效极佳 只削半日便可削肿化瘀 听说今日你遭千人围攻 却只瘦了点皮外伤 看来夏公子不止我一抄群 更是鸿福齐天哪 一年不见 你仍是老样子 你也仍是老样子 仍旧这么讨人厌 这人火落平阳还摆臭架子 我看你能忍多久 你看我做什么 我在想 你任性使坏的模样 十分可爱 任性使坏 就得配上我这张点才可爱 若是换个丑八怪 你只会觉得可恨吧 没错 是这个道理 剩下的药和梅山我放这 敢没人自个儿换药 我线下来问你 你不是要去将您做转运使吗 为何改任绍兴知府 你做了绍兴知府 你爹又去何处做官 还有 你因何缘故率兵攻打鬼风山 这些强盗虽常年盘踞于此 但素与官府相安无事 如今达子难清 你理应兼必亲也 保存兵力 贸贸然行着主次不分之事 为时又被你的作风 我也是迫于无奈啊 当下国情危急 局势动荡 去年秋天 我家老爷又迁入京 认输密室 朝廷一时找不到适当的人选 主持少卿政务 便临时委派我接替复职 上月太后深臣 我派人押运深辰刚进京贺寿 突经鬼风山时 十五车树里被山贼洗劫一空 又恰逢我家老爷弹劾时 闭眼 开罪全城 那帮人 便遇见此事将我父子一同之罪 九十道 你欺人抬身 我不得已 只好轻表剿匪 率领五百兵丁进山 岂知这鬼风山地势险峻 技首难攻 军队有不明路径 一时遭贼寇伏兵暗算 我挥下士兵都为老弱 被那些个如狼似虎的山贼傻的丢盔器甲 私下掏散 我正与那姓赵的贼手交手 见他伸手不凡 有心同他分个高下 不慎被其诱入阵中 哼 这才寡不敌众 做了阶下球 哼 当时你若同手下一袭逃命 何至于做俘虏 遇上强敌便老想着张淑仪 我早就说你这好勇斗狠 狂妄自大的毛病很不好 早晚还你栽跟头 如今果不其然被我言中 呃 诚言道 积水也有回头浪 人只要在这世上活个十几二十年 就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 我还不是莫名其妙变家破人亡 背井离乡 不过嘛 让夏公子这样少年得志的金贵人 遭受这种委屈 的确令人倍感气惑 是吗 我倒觉得这未尝不是好事 若非被擒到这贼窝 又怎会与你重逢 你走的这一年当中 我为你的机遇做了多种设想 哼 却万万没料到 你会跑到这不毛之地落草 还做了山代王的压寨夫人 什么压寨夫人 你需要胡说 方才我便看出来了 你和那个赵丽关系非比寻常 你 是不是 已经委身于他了 你 你是如何发现的 他看你的眼神与众不同 全是藏不住的柔情眷量 哼 你与他人丝毫 远言无妨 但良情则目而起 尾时不该相中一个土匪 早知如此 当初就该强救了你 花开看者 执虚者 莫待无花 空折之啊 我该告辞了 回头再帮你跟小弟求求情 你莫待逞强 该试试该喝喝 须知 人在无言下 不得不低头 许枪 你还想说什么 借你安然无恙 我心中甚是欢喜 你回去早些安息吧 无需被我担心 谁会担心你啊 自以为是 知道了 那我走了 谁啊 是我 小弟 小弟 你怎么来了 刚才张大娘说 她儿媳妇临盆了 想请你给孩子许个名字 是吗 男孩还是女孩啊 是个孙女 太好了 我最后一个女孩子起名 这边过去 下知府在必处可住的习惯 我已差人好生伺候 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吩咐 赵寨主何必顾左右而言他 你不是专程来捉奸的吗 大人何出此言 你怀疑我和世襄有私情 见他独自前来探望 便疑虑从深 是这样吧 大人 说笑了 阿丽 你不能饶过姓夏的 且不说他杀了我们那么多兄弟 单重他和李世襄之间不情不楚的 就该趁早结果的 不行 他救过你我姓名 头上有青天 若恩将仇报 我此生难安 什么头上有青天呢 我看你头上有绿帽还差不多 我拿全服身家作毒 姓夏的跟李世襄肯定有贸易 若是寻常较劲 他当初会专程冒险进山找人吗 刚才的情形你都看到了 李世襄情愿跟周五哥他们翻脸 也要护着姓夏的 那小子几时这么仗义过 姓夏的摆明了是他老相好 你快清醒清醒吧 别被人当王八耍 大人既是世襄同装好友 我理当好生款待 同装好友 世襄是这么跟你说的 难道不是吗 你算什么东西 一个卑贱的草控 我和世襄之间的事情 还轮不到你来过分 这世上千奇百怪的事情太多 癞蛤蟆偶尔吃到天鹅肉并不稀奇 不过凤其无同 龙有酒消 人啊 最终只会选择与自己身份匹配的办 你想和世襄长相厮守 也先看看自己配不配 此事不劳大人费心 请早些安心 告辞了 请下的 听说你嫌我们山寨的食物脏 不肯吃饭 有这回事吗 他确实没吃 今早送过去的饭菜 都还原缝不动 夏知府 先使你曾数次搭救世襄 在下感激不尽 绝不会以怨报德 害你性命 但昨日两军交战 我方多有伤亡 若轻易释放你 恐寨中生月 因此 还许委屈你暂留必见 待在下安抚好众兄弟 定会亲自送你下山 狗官 听清了吧 我兄弟开恩 饶你不死 但待再关你几个月 你不吃我寨子里的食物 就等着饿死渴死吧 让我和你们这些贱种 吃同样的食物 我宁愿渴死 饿死 这狗官 死到临头还嘴硬 劝你少跟老子装清高 老子有的是法子 让你归低求饶 你 你能奈我何 我这寨子里缺女人 多的是如饥似渴的光棍弟兄 出门叫上几十个 让他们干死你 小亮思问点 你以为这就能下到我 就算你把满山的土匪都叫来 那又如何 人再多也只能排着腿挨个进来 你 想说大话也得有点难难 不用等了 就从你先开始吧 你 当若不干死我 便是废物 呸 老子是有家事的人 不干这龌龊勾的 阿丽 李世香他爹是不是跟着小子的娘友一腿 老子越看越觉得他俩一个贱德行 都他奶奶的欠奏又欠操 小亮 夏季府 不要 小雪亮 夏季府 请住手 狗官 你以为 凭这根筷子 就能杀死老子 放心吧 我不杀你 大爷我先废了你 之后每日当着你的面 睡你老婆 现在就干死 沈师傅 手下留情 住手 东西打了 师相 我 姓丽 向公子向来言出必行 说不吃杉杉的饮食 那肯定一厘米都不会粘 咱们不能眼睁睁看他饿死 此刻便该放了他 你不方便出面 便由我送他下山 小公子 我们走 赵寨主 我们 后会有期 等等 师相 我同你一道许 小弟 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 我有几句话想对夏公子说 来 雪香 夏公子 你救过我的命 如今我也救你一命 咱们之间的恩情债算是亲了 你再往前走半顶路便可出山 我只能送到这里 就此做别 你多保重 你真打算 同那个小土匪 双宿双飞 这是我的私事 不劳公子费心 等等 让我 再好好看看你 都面对面强了十几年 你还没看过 是啊 打从祭祀开始 十几年来 几乎日子与你相对 眼见你出落得越来越美 忍不住想 若再看上几年 你会不会比现在更好看 公子何必费心思 反正你多半没机会 看到我数年后的模样了 哼 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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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相啊 忘了我曾经说过的话 你 是我的人 啊 哼 捕出驱弱 别让他们跑了 大人 大人可操安好 嗯 将军 非之以派人封锁四周 让他们插翅南飞 好 大人 莫将救援来迟 望大人恕罪 对面那人便是贼手招令 给我抓活的 是 所要军事 速速活捉此人 是 住手 小弟 是 下颜 你敢耍阴招 哼 你又不是刚认识我 该知道我办事一向亲身 前日发兵时便吩咐首船参将 我若兵办 他便即刻在领三千人马埋伏在这谷口 见机行事 却不曾想你这么爽快便送我下山 还连心照的一并拐了呢 哼 真替我省了不少力 你好卑鄙 你好卑鄙 师兄 这在那别动都过来救你 相殿 当心 卑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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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竟然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 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大混蛋 夏师傅 冤有头债有主 你要杀杀我 可不管世襄的事 你快放给他 我也不想伤害他 你弃剑投降 我便放了他 小弟 别听他的 他不会把我怎么样 住手 赵寨主 我数到三 再也不放下兵器 我从世襄身上削断的 便不止是玉璃青丝了 一 夏颜 你这个混蛋 我不会放过你的 一 求之不得 混蛋 小弟 别听他的 快走 快走啊 二 世襄 附近有何异动 禀大人 魔将士才私下查看过 一切正常 此间距鬼风山三十余里 地势平坦 四周开阔 若有人来犯 立刻便可察觉 是 末将以命人轮班职守 亮内火贼人不敢进犯 请大人放心 传令下去 天亮明罗出兵 定要肃清山珠汗肥 末将遵礼 你还没睡吗 下颜 你这个卑鄙小人 望我好心搭救你 你居然 放手 别用那脏手碰我 怎么 和土匪呆了一年 性子也比从前泼辣了 哼 少废话 你把小弟弄哪儿去了 想把他怎么样 他乃朝廷重罚 自然是押回绍兴 当街斩首 不过我正琢磨着 给他换个司法 比如 先奸后杀 先奸后杀 嗯 仔细瞧了瞧 那小子生的还不错 我这几日晚间寄了 正好拿他取了 下颜 你还是那个老毛病 看到拼头正脸的 不论男女都想沾染 荒莹无知放荡下流 彼此 彼此 呸 谁跟你彼此彼此 我不向你动不动男女通知 我只有小丽一个男人 这方面比你有节操 哼 正因为他是你男人 我才懂这个念头 你知我中意你许久 许了你男人 就等于许了你 那你还不如直接来睡我 你愿意让我睡 我 我 你 好 我竟然豁出去了 只要你发誓不加害小力 我便满足你的禽兽愿望 哼 想睡我其实很简单 用不着你大非洲掌 都是绍兴成立土生土长的 你玩过的把戏 本少爷都玩过 还怕你不成 来啊 你不是喜欢乱搞吗 不是号称一夜七次吗 把看家本事全都使出来 让我见识见识 告诉你 少爷 少爷我也不是省油的当 劲儿个非将铁杵磨成针 哼 你愣着干嘛 来啊 来啊 怎么不来 难道你喜欢油爆琵琶扮遮面 先本少爷拖得太干净 好 我再穿上一件 怎么样 这姿势还算聊人吧 要不再学怡春院的姑娘 给你跳段天魔舞 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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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笑什么笑 世姜啊 看来 你还不够了解我 我做事必分轻重缓急 怎会应区区风月小事 妨碍家也虔诚 你想保住赵丽的姓名 只拿身体交换 还远远是不够的 得交出更有价值的东西 更有价值的 什么 我想要 你们李家的至词秘法 你要他要做什么 我将老爷处事果决 当初杀你 原是他自作主张 自你失踪之后 朝廷以为秘色词是传 对我家老爷都有苛责 如今他又被全臣视作死敌 处境着实见难 我若寻回至词秘法 向身上陈表请罪 或可缓和局面 可是我又怕那些 基于秘色词的势力 重新发现你 继续对你不利 所以你只需将秘法 传授于我 再经由我 进陷朝廷 尸臣之后 我立刻免除赵丽死罪 还他自由之身 这法子两全其美 简单易行 不知你依下如何 秘色词的制作技法 是李家的不传之命 叶在世史仪在嘱咐我保密 我即可告知他人 你记住 无论何时 遇到什么情况 都必须死守这个秘密 绝不能传与他人 不行 这只此秘法非我一人所有 那可是我们李家 守了几百年的机密 绝不能传给你这个外人 倘若你不肯交出秘法 我也只好秉公办事了 按律将你的小土匪正罚 那便还是依我现实的计划 今晚先借他的身子寻点乐子 啊 对了 我又想那个好法子 明日剿匪 谁先把那小子扒得吃条条的绑于挣钱 再命军士们轮番折辱 那情景想必有趣的很 你说呢 只想 你 你想不想再试试其他的花样 不不不 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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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你 你 小力与你冰无身仇大恨 你为何如此狠毒 他那个把兄弟扬言让手下轮迁我 我不过以其人之道 还之其人之身罢了 等等 还有其他条件吗 除了制慈秘法 别的我都可以给你 那你能否助我和我家老爷 摆脱当前的困境 我 除了献出制慈秘法 便只剩剿灭山贼一条路了 莫非你能助我 世襄不会武功 又不懂兵法韬略 我怎么舍得让你犯贤 此人心狠手辣 敌相说得出做得到 此事若不足止 想离必为己所害 他想上山剿匪 我 我 放手吧世襄 别耽误我办正事 慢着 我若能协助你剿匪 定是否也能牺手约定 放过小弟 嗯 此话怎讲 我 我 我知道一条 少山的秘密通道 世襄 走快些 咱们最好赶在暴风雨来之前 返回山寨 啊 啊 好 方才我为救小弟 倾机之下 将他之前带我走过的下山密道 告知夏淹 夏淹当即释放我二人 此刻想以率军 朝山中进发 如此一来 山寨必遭灭点之灾 那帮土匪虽非我亲朋故救 具有我有些情意 我这么做 实在是 实在是不仁不义啊 这里有坑 来 我扶着你 当心点啊 好 我 我 我自己能走 世襄 你是不是累了 我背你吧 不 不累 小丽若是知晓此事 不知如何看我 她与静荡等人情深意状 若知我害了他们 会不会恨我 前方为何火光冲天 身在骚袭了 小弟 等等我 小弟 世襄 我得立刻赶回山寨 你在这里等我 千万别跟来 不 小弟 你别去 下眼一旦兵上山 你去远了便是送死 不可能 山上爱狗防守森严 他们根本通不过 再说 再说我们回来这一路上 并未发现冠冰刑机 难不成 他们还能掌翅膀飞上去吗 这 这 莫菲 莫菲 石像 小弟 小弟 你为何这样看我 神兵若要神不知鬼无绝的宫上山寨 除非走那条底下密道 你 你把密道的位置告诉了下眼 你 你怎说是我告诉他 他就不能从别的地方打听啊 不可能 那条密道只有我知道 可我只告诉了你 你老实说 是不是你冲卖了我们 小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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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我是为了救你 下眼要杀你 威胁我交出密色词的制作技法 或是协助他攻打滚风山 二者必选其一 我不能让你死啊 你也知道 我们李家的制词密法 是不能外传的 两相权衡 我只好 你认为一个烧死的密法 比上千人的性命更要紧 身上都是我出生入死的兄弟 他们也有父母亲朋 你怎么忍心 威脸一家的密法 将他们置于绝境 你冷冰冰的刺激 比活生生的人病更值钱 你是这么认为的 我今天才知道 你竟是如此冷空无情 你懂什么 密色词本是稀释其真 从古至今 只有皇帝才能享用 是天子身份的象征 区区几个土匪的贱密 岂能预知并论 你也没资格冲我大吼大叫 我 我这都是为了救你 若不是我 你此刻正被下眼 压在身子底下揉力 他还说 要把你绑至阵前 当地那帮兄弟的面 叫士兵们一个个排队轮奸你 你 你居然打我 从今往后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过我的独木桥 独木桥 不 小弟你不能回去 小弟 我 我心里是有你的 我不想失去你 你 你救过我 如今又害了我那么多兄弟 我们算是良心了 小弟 小弟 去找你的瞎眼吧 你们 才是一路人 不 别走啊 小弟 你回来 回来 小弟 你回来 回来 走快 别让我再看见你 小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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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丽 小丽 你在哪儿 别丢下我 小丽 小丽 你怎么能把我一个人 让在这儿 快回来 回来 老病病的刺激 比活生生的人病更值钱 你是这么认为的 我今天才知道 你竟是如此冷酷无情 你救过我 如今又害了我那么多兄弟 我们算是两亲了 走开 别让我再看见你 不要啊小丽 别忍下我 小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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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未可想 去年黄华 尽又盖 白发一身青丝盘 浮生一梦千年 看不清你现在的容颜 永远多远 谁曾遇见 未曾相爱 爱已消失不见 阳华断残 今宿何必计较长短 心愿生命如花绚烂 一言千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初恹 等一下 醒了 下眼 我 我怎么会在这里 小弟 放心 赵丽还活着 官兵已经荡平了鬼风山 活捉贼匪三百人 他也在其中 昨日我踏平贼窝后 派人四处寻你 李明时分才在山药的树林里找到 你大概哭得太累了 倒在树下睡去 等我发现的时候 你已经被缤纷的洛阴淹没了 像这样 同你躺在一处 我便想起了那年夏天 在还沙别院 我们也曾躺在一张梁榻上上圆 听我讲笑话 你便痴痴笑个不停 我望着你的脸 觉得满天星光 都落到了你的眼睛里去了 世香 你生得真好看 将来与我为妻吧 带我金榜提名 便让你带凤冠 匹霞配 做正义品的告密夫人 公子兄要胡说 我岂能与你为结 我说想再看看你 你偏用袖子蒙住脸 忍旧痴痴的笑 从那时起 我便对你动心了 你此时这般冷静 就不怕我杀了你的小情郎 我已经回过神了 你还想继续玩弄我啊 小丽便是胁迫我的道具 你岂会轻易杀她 小爷 我又上了你的当 你根本不想要我家的至此秘法 只想拆散我和小丽 让我们反目成仇 现在 你的目的达到了 世强 这都是为了你 你 是我的 只有身体是你的 西 不早已给的别人呢 你不能靠我自己发现 你不早已的人 怎么能给的 所以你在这边 你不懂能发现 你不早已是你不早已 你不早已是你 跑步 你不早已这边 我不早已 我儿子想拆散你 你不早已是我的东西 你不早已是你不早已